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武者以强胜弱 术者以柔胜刚 这两者结合运用 才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武术 武外在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如果单纯的 我们普通人 没有练气 不调理 顺的话 他都是蛮力 虽然说他外表也刚 就算你赢了 他也是损伤自己的 气上去 所以尤其注重那个数字 尤其注重内 这个数也是技巧 四两拨千斤 就是这个 到最后可以像水一样 抽到断水水更流 像棉花一样 打开它之后 它会散 会化 所以说 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太极十年不出门 当你真正 当然你也要实战 就是到一定程度 他会找到那个感觉 当外力来的时候 你会自动的 用身体这个气 自动去感知 接着它推手 等等这个道理 就是去画它 去反制它 这个 也有动物翼的 动物翼就看灵光了 包括耳朵 动物观的这个能力 眼睛耳朵 灵敏 我怎么样反应该怎么应对 这是动翼 这是 这个是不够自然的 除非说你意念 有这个意念的力量 很厉害 闭上眼睛 我们也能打 那是耳朵的作用 这个 当然你闭上眼睛 如果能看见 那是另外的功能 这个咱们暂且不说 就是你来的时候 它会有感知 你不用听 不用在意外面那些 自动会揭画 摔等等 反击 这个 就是 强胜弱 你看上去是赢了 但是有的时候 内行才知道 你翻个跟头 不见得说是你输了 你起来之后 这个 一点没有事 顺着它那个劲 咕噜一下 反而 过来 这个比你更没活 跳的比你还高 甚至到你身后 等等 这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 这个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但是 这个 普通人 没有到那个境界 这句话就是对的 一寸长一寸强 但是不要忘了 一寸短一寸巧 鸽子小 瘦小 没关系 他可以 发挥他的 优势 灵敏 一样 在实战中 身边也有 太多的这样案例 你这个 过去的人 武术 他是 真能打 现在人 什么 虚小 这些 就是 缺乏实战 社会也不需要 这样的人 所以他没有 真枪实练 过去的视频 我们偶尔还能看到 真正的 江湖 真正的 街头 叫 吕子健 那个老先生 现在应该是 一百岁左右了吧 一生 杀过四个人 人家不是说 想杀人 他是 这个 这个 内裁上 全脚无眼 包括日本 浪克来挑战 那人家也是 死的 死的 心甘情愿 就是这种 五十道精神 所以说 这个 武术啊 我们 不要小看他 这个 这个 日常中 不管各个拳 各个腿 各个门派 他的启发都是 这个油气 自我 引导 这样才是最 最安全 最长久的 不会累 你就算练一天 你练到 睡着了 顺便就有 这样人 而且他 所有的病 全不好 就是免费 这个 太多的案例 脊柱扭曲 到这个程度 还是可以好 医学界 没办法 年轻人 要将武德 到位置 请不吝点赞